据中共媒体还有香港媒体的报道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即将在党内宣布 要求正部级以上的干部在海外的子女学成后一年内必须回国 不过这个消息到了晚间全部遭到删除 那么香港媒体也说报道失实 然而外界也因此反倒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下面请看相关报道 中国青年报网站5月28号首先登出了 王岐山将下令中共高官子女在海外学成一年后必须回国的消息 消息发出后迅速在互联网热传 香港凤凰卫视在28号的凤凰早班车节目中也说 王岐山将会向全体党员宣布 正部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如果有留学海外的子女 在完成学业的一年之内必须要回国 如果不回国他们父母的职位就会被调整 到2014年的时候这个规定会扩大到副部级官员 2015年扩大到政厅级官员 以杜绝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裸官现象 但所有大陆网站28号晚间突然撤下这条 与王岐山有关的报道 官方没有任何正式解释 而凤凰网后来也表示报道失实 为虚假新闻并向网民公众致歉 出台这个要求子女回国这件事情呢 是青年网 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个比较有信誉的网站 爆出来的 那就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这个问题还不像打滴的那个问题 看起来让人琢磨不透 有可能是王岐山他们确实是想这样做 但是最后被夭折了 不久前 习近平北京微服打车的报道 也被官方媒体指为假新闻 今年4月中旬 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 习近平北京微服打车的独家新闻 随后新华网微博证实确有歧视 但是几个小时后 新华社又突然声明报道为假新闻 引发各界轰动 就是凡是有中宣部统一发的新闻 它就是真新闻 别的媒体 像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央视它发出来了 但是如果中宣部不认可的话 中宣部也可以说它是假新闻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前中国海洋报记者赞爱宗表示 这条有关王岐山的假新闻 有可能是中纪委想反腐 但反腐斗争比较激烈 赞爱宗说 可能会已经开了 但措施行动并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 还引起了官员的恐慌 所以中宣部或高层就用假新闻演示过去 海外这些人他如果回来的话 也不大可能 是吧 有的人在海外他寻求一种安全 如果回来不安全的话 他会回来吗 如果这个媒体 继续来报道这个事情 把这个事情说得很严重 那海外的人更不回来了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 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 包含已退位的 儿子辈74.5% 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 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 达到91%或以上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 中共官员为子女在海外找好退路 把中国作为他们的一个摇钱树 这足以说明 中共内部对这个体制和社会 也不抱有希望 大陆学者朱建国认为 中共想召回高官子女 主要是反对普世价值 并且为了接班做准备 朱建国说 现在第二代第三代 都进入了中共接班的行列 近期传出 邓小平的孙子 美国籍的邓卓蒂 当上副县长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出任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 叶剑英的曾孙叶仲豪 去年担任广东云福市团市委书记等等